这一期苏州天平山的视频 其实是上一个秋天拍摄 现在马上春天就来了 我终于有时间把它做出来了 这里是宋朝范仲淹先祖埋葬地 由于离市区很近 山上有起石 枫叶 是秋天出游的好去处 东南门进来以后 这片水池旁 有许多四百多岁的古枫树 据说是范仲淹 第十四代孙栽种的 走在水池的石板桥上 眼前的秋景真的超美 之后我们先往东侧的建筑区里走一走 其实古代天平山一直是江南旅游圣地 白居易 范仲淹 唐伯虎 乾隆皇帝都曾到访此地 这里白银古叉门前的黄墙 在银杏树的映衬下 这感觉超级舒服 之后我们沿着小路往山上走 上山的路每一段都很特别 风景各不相同 越往上走 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巨石 走到这里 路突然变得险峻陡峭了 还有一段一线天 之后可以去西侧逛一逛 范仲淹纪念馆 毕竟天平山曾是皇帝赐给范仲淹的家山 这里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他家族的故事 逛完了天平山 可以去附近的木独古镇 这里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末年 被称为无中第一阵 秋天走在古镇的石板路上 走上拱桥 或是乘船 风景都是极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下次去哪儿 我还没有想好 我们下次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